我们今天看到寻命之理 要想得 齐心动力 有很大很大的影响 我们在还原观上看到 周病发解 畜生无尽 我们一个善的念头 眼前没有看到 可能塌方世界 有很多人得理 一个卧念 好像这个地方没什么事情 塌方世界的 有人遭难 像中医 你们现在听说 你们有人在学原始点 他讲的就跟佛话多了一样 你某个地方有病痛 但是痛点不在那个地方 痛点在身上另外一个部位 我们今天齐心动念 也不如是 这个地方没影响呢 他方世界有影响 因为 这个念头 是变法界虚空界 通通通都 通通都接受得到 我们只要赚 只要放下 佛法的秘诀 没有别的 就是放下 那放下 见死烦恼 你就成阿罗汉 放下妄想分别 你就成佛了 你就发生大事 全在放下 放下之后 自信的本能 无量的智慧 他就慢慢兴起 六种神通 如来实力了 不喜气 每个人都有 只是如来国地上 他起用 我们现在这四种能力 福在能力 不起作用 福在能力上 他有障碍 就是妄想分别执着 障碍他 不是没有 我们不知道 佛知道 所以佛是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你也是佛 他也是佛 都是佛 跟阿弥陀佛 没有两样 跟皮诺哲娜 跟释迦佛 一样的 他们看得清楚 说得明白 我们要相信 自己本来是佛 关键上说 事先是佛 佛是什么 就是你的真心 你的真心就是佛 用真心就是佛 用妄想就是反复 我们有真心 不会用 真心是清洁 真心是平等 真心是智慧 真心是禅定 真心是慈悲 真心里头没有任务 没有分别 希望我们恢复真心 这四种论理 六种神通 全都吹起 全都吹起了 感谢观看